貨車衝向民宅撞破大門 推撞機車往屋內衝進去 瞬間煙塵四起 屋子磚瓦被撞碎掉落 換個角度看 正對路口的那戶沒事 貨車是斜線衝撞過來 大門外牆直接被消掉 實在又夠可怕 民宅滿目窗衣 宛如被炸彈轟炸 當時門口有一隻狗 在籠子裡也被衝撞到屋裡 好在它毫髮無傷 只有受到驚嚇 更慶幸的是 當時屋內剛好沒人 屋主全家有的在工廠忙 有的在吃晚餐逃過一劫 平常那個時間 我是拿藥匙要去載小孩的 所以我會在這個辦公室走動 今天是剛好工廠在忙 所以我就沒有在這裡 驚悚的撞擊畫面 發生在南投草屯南平路 當時這部載著怪手的小貨車 剛收工 被民眾募集闖紅燈 隨機撞向民宅 這樣是怎麼樣 好事的事情 煞車失靈了 因為連續下坡路段 煞車失靈 大車載中下坡失控 民宅哀壯 幸好沒有 釀成傷亡 記者曾偉翔 陳廣任王世函 南投採訪報導 路口監視器畫面拍下來 右側機車標速通過 高速撞上小黃車頭 即使連人帶車往後彈飛 重摔倒地 驚悚瞬間再看一次 機車完全沒煞車 看見計程車左轉已經來不及 其實當場噴飛 一動也不動 回到事發現場 計程車擋風玻璃 碎塵蜘蛛網撞 保險桿斷裂 硬勤蓋也被撞凹 機車撞成廢鐵 零件四散 人行道也留下大片鮮血 一號早上六點多 台北南港區 一名六十五歲的小黃郡蔣 在南港路左轉往新華路時 疑似沒注意到對象 與六十二歲的 借信騎士發生對撞 騎士瞬間摔飛到 人行道內超商門口 當場沒了生命跡象 被火速送一急救 機車騎士經診斷 目前有爐內出血 全身多處差錯傷等傷事 另外計程車駕駛沒有受傷 酒測值為0 清明廉價前 騎士疑似上班途中 路口沒減速 與未注意路況的小黃 發生事故 目前已經恢復心跳 但人在搶救當中 詳細車禍原因 還有待 警方離期 記者經緯中 楊中盛 彭新美 台北報導 凌晨一點多 屏東中校路段 一輛自小客高速 從右方衝過來 碰得一聲直接撞上牆壁 撞擊力道大 還往後彈飛 三百六十度翻車 現場滿目瘡疑 莫及民眾路過 看傻眼 車子病鬼卡在路邊 現場碎片散落四處 連警方設置的監視器 也被撞毀 車上女駕駛 緊急送醫 但酒測值嚴重超標 經檢測 駕駛酒精濃度 達每公升 0.84毫克 屏東翻車意外 接二連三發生 早上九點多 一一九接獲通報 雙圓大橋自小客翻覆 內車道 汽車板經噴飛路面上 車上駕駛還卡在車內 三百六十度翻車 一片狼藉 兩名熱心民眾 幫忙擺放山腳追 疑似駕駛先撞上右側護欄 失去重心 翻車卡在分隔島 但所幸沒有波及其他民眾 駕駛一人 骨折受傷 因自撞右側護欄 導致車輛翻覆 酒測止為零 駕駛沒有酒駕 而雙圓大橋路線比直 有沒有可能駕駛一早打瞌睡 失控自撞護欄釀出翻車意外 警方還要進一步 離清車禍正式原因 這張春華評論報導 民眾開車行進 花蓮台八線 太魯閣路段時 原先崩塌的落石 就已經佔置了一大半的道路 駕駛減速慢行 小心的通過 沒想到才開到一半 突然一顆大石頭 碰一聲從天而降 不偏不已的砸中叫車的擋風玻璃 玻璃瞬間裂成蜘蛛網狀 駕駛嚇了一大跳 但還是穩住方向盤繼續向前行駛 結果下一秒 另一顆更巨大的落石又掉落 正中轎車車頂 車頂直接被砸到變形 破了一個大洞 整輛車大力震了一下 駕駛趕緊通過落石路段 把車子停放在路邊 心有餘悸的下車查看 男子開車載著女友 從南投要到花蓮遊玩 行進台八線117.3公里處 匡爐隧道東側時 突然落石掉落 雖然車子被砸得亂七八糟 但車內的兩人都平安沒有受傷 網友看到這驚險的螢幕 紛紛留言表示 路況這麼差怎麼敢往前開 還好駕駛命大 真的是天外悲來一時 左側山壁落石落下 車輛車頂駕駛座車窗 前擋風玻璃遭雜毀 警方提醒民眾 下雨天山區道路容易攤方落石 路況難以掌握 若非必要盡量不要進入 一面發生危險 記者留幾交呂一節花蓮報導